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在外面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真的不管我了 我福建的公司你知道了 你知道我福建那边的公司已经 可以说 可以说已经 已经颇惨了 我现在只有四双这边公司 勉强维持住 勉强可以装一点点钱 维持住 至少可以利息 银行的利息 我可以填得上 可是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 那天晚上你来找我的时候 对不起 真的是我不好 我没有及时出现 你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出现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 我感觉我都快死了 真的 我头痛 我不是好好的吗 大家都是那个 最后对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很难 你也知道我很难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现在很难了 对不对 我现在公司也倒闭了 我现在就一个公司 勉强还可以赚一点点钱 填补银行银行那边的利息 你想要我两边公司都倒了 是不是 我今天一整天都都没有处理公司的事情 我很多信息我都没看 昨天晚上都没睡 不是我不想睡 我根本就睡不着 我都在想 我都在想到底你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睡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吃了没有 我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地方上 你说你说你那么早就叫我回来 你那么早就叫我回来 可是我回到家里 回到宿舍的时候 你能也不在了 你而且你还关机 我电话都打不通 我手机关机是刻意的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有什么事情你回来 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 你现在能在哪里 你先告诉我 什么事情先等我们碰到 碰上面这时候 你现在能在哪里 你现在在室里是不是 我现在马上去室里找你 你把定位发过来 你真的什么 我把定位发过来 是你那么大 你怎么找吗 而且而且我是要 你把工作的 你工作能赚多少钱 你去打工能赚多少钱 你去打工赚的钱 能停付我这边的窟窿吗 至少 至少 你听我的好不好 你回来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情妇那边的亲戚 最近每天都来找你 三天两天都来找你 可是怎样你自己态度坚决 是不是 我们不要说这个事情了 越说这个事情 越那个 不知道有好多粉丝 家人 不知道去谈的那个号 你不知道说了什么 后来他一直 我还 这一下找 我发的怪难听 你不要你不要管他 你在你听我的你好 听我的你你你回来 你家外面能赚多少钱 一个人赚两千三千还是五千 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剧本 什么什么的 如果说是什么剧本 什么什么的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应该说 一直拿着这些事情在那说 是不是 我都说了 跟他说 不要说这些事情 越说让我会越困惑越麻烦 你现在你现在 对 我只有 可以姐姐 我真的 我你现在你现在能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把定位发过来 我马上去找你 啊 不管你在哪里 我现在马上开车去找你 不是 你去你 你去哪里找我呀 我是要你去哪里 我就去哪 不管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 不管你在成都 还是在北京 还是在上海 不管你在哪里 我都能找到你 我现在马上去找你 你工作还要不要呢 你还要不要 我就问你 你还要不要 你还要不要好好的生活 你说那我好吃饭 好好工作 好好生活 然后你就 你就像这样消失不见了 几天 那你好好 我不是消失 几天不见 我要去去打工了 你自己 你去打工 你觉得 你觉得 你觉得我公司那边已经破产了 我家里 你觉得我家里人 在明年等了 没有给我压力吗 我只没有跟你说而已 你觉得我没有压力吗 你是真的觉得我没有压力吗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饭都吃不进去 就因为你压力了 所以你 你只能好好的呀 可是我现在 我一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面才会好受一点 我看到你的时候 我才好受一点 我觉得有你家 我觉得 好像什么都还来得及 我觉得什么都还能撑得过去 可是像你也走了 我觉得我的世界就好像塌了一样 我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希望了 你知不知道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不是 家人们都说让你回福建去 可是你 福建的公司已经破产了 不是我一个人回去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 福建那边公司都已经破产了 已经 那四川这边 成都那边的公司 现在还能赚钱 你说我现在回去 然后成都这边公司不管了是吧 成都这边公司才是我真正 你就是要管这边的呀 所以你才 你才能好好的 所以我才回不去啊 所以我不能回去啊 我现在只能 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思 就是在四川这边 一定要把公司做下去 我以前两边两边心思太多了 就是事情太多了 可能也是 然后四川这边公司 虽然说赚点钱 赚的也不多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边 我真的很累很累的 你听听的像他们说的 我这人事儿太多了 我们死传说的啥 再批死一摸多 真的死 你不要管那么多 你心里面是你自己心里面想太多 你不管他们好不好 我们好了吧 我们好了 像前两天我回 我去你家里面 我说爸阿姨妈拉了 阿姨不是也很高兴吗 是吧 其实我爸妈也没有觉得你这个人不好 但是我妈的话是思想比较老古董 说的是哦 有一个什么汉族的男孩子 一直在我家来来往往的 也不走 也不知道 然后他那边的人又会又会 他那边又会乱说 然后搞的就是整个村啊 或者说那边人都是搞的乌烟瘴气的 他不喜欢听这些 而且的话你跟他沟通 他又听不明白听不懂 对他就觉得很那个 他他倒没有觉得你这个人 人品不好 他没有觉得你人品不好 而且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妈会认为什么 我妈会表达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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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 其实我其实我去街上买药的 我去我去吃药的 我那天头很痛很痛 那天晚上我都觉得我可能第二天都都醒不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我时不时会头痛 你也是知道的 我觉得我好累呀 好多人说你要为自己活一把 你一走了之 什么就什么都好了 那我选择走了以后 大家又说你不能走 我觉得我真的是活的 真的 你没想过你有没想过所有这些问题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你回来好好的赚钱就行了 好吧 好好的 我们好好的 好好的把直播做起来就行了嘛 好吧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我不是在你家里面 然后搬阿姨 搬阿姨卖辣肉 不是很多家的人是一样一样吗 你看我我还看到那个 我还看到穷姐 是吧 他们他们都在都在群里面说 说我还我还等着要阿姨叫他辣肉了 对开心 对的对的 怎么就出现这个情况 我这样子真的会害死凡哥的 我已经害死一次凡哥了 可以说是 凡哥他现在福建公司之所以这样都怪我 你真的 你真的是 你说真的不管我 我跟你讲 你我真的不 你家人也说的确实是对的 你现在公司之后也会出问题 也是都是因为我 所以我不能 不是因为你跟你没有关系 是我自己两边 顾不上两边 好吧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如果现在你离开了 现在你离开了 现在你离开去外地的 然后你不告诉我你这在哪里的话 然后你不告诉我你这在哪里的话 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根本就再也没有心思 真的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做了 我可能就这样子堕落下去了 真的会 那我们一起去 那我们就一起去你那边吧 去你们福建吧 可是我 可是我想给你 可是我想要你过得好 我们好好的一起把你你什么都不愿意做 你只要回来好好的去直播就行了 你只要在这边你 只是因为你现在差这么多钱 不然的话我 其实我真的我不需要什么过得好不好 我在这边我真的好累好累啊 你你好累 其实你所谓的累都是都是家人给你的 是吧 家人为什么给你 是因为他们说什么 你就你就放在心里心里面的 其实你根本不管他们 你态度坚决一点 我今次不回去 我现在一门心思 我也不想复婚 你就跟家里面说 你就跟家里面的人说 我不想复婚也不想结婚了 我就想好好赚钱 是吧 你把钱赚了 以后小孩子读书 长大了他老婆 买房子都需要钱的 是不是 我说是不是 你回来吧 你不要离开我求你了 你现在能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你 我告诉你好好的回来 好好的回来 去我们 我们你去把直播道做起来 我去把附近 我去把四川这边公司好好的做起来 我才有心思去做 是不是 你不用担心我 你看我还有吃的 我都有吃的 你这是第几顿 你是晚餐还没吃吗 吃了呀吃了你看还打包 还打包一点 我生饭一会儿 电都关门了 我饿了怎么办 我都还打包了一点 给一会儿吃呢 我告诉你啊 加勒门也舍不得你 你若去外面打工 你就不会去 就不会再直播了 我知道你是不是 家里人 加勒门也 其实 其实你就算去外面 为外面打工 你家里人 你爸爸妈妈 他们也根本不太想 他们也根本不同意了 到时候他们肯定会去到处去找你 你还是要回来 但是这段时间怎么办 这段时间可能我四川的公司可能就倒了 福建公司已经已经破产了 到时候四川公司也破产 到时候直播待会儿也做不起来 我觉得我 我废了 你也走了 你不用担心 你自己好好的 我不管你在哪里 你相信我们好好的一起回来 我觉得你很出名 我家人们说是不是 其实阿尔非常出名的 阿尔好好的去做直播 大家可以做起来 可以做得非常好了 可是阿尔就是 一会一会家里的事情 然后就影响他的情绪 你不要这么容易被家里 在一面的人影响的情绪 好不好 阿尔 就当我求你吧 好不好 你回来吧 你看着我吗 阿尔 就当我求你 你回来吗 因为只有你回来 我才会好好的 不然 我跟你讲 我已经两天没有去公司了 我都在找你 如果你不回来 我明天还会找你 后天还会找你 我天天找你 找不到你 我就 不管你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的 找不到你 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先告诉我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后面好像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在镇上 我在成都 你在成都 你给我看一下 你周围在哪里 你在成都 一会一会 一会 十一点的飞机就走了 你就不用过来了 你过来的话 你骗人都骗不清楚 你去成都 你还坐飞机了 你会买机票吗 你到底在哪里 我怎么不会买机票 我在成都 你从来没有住过飞机 你还会买机票 你到底在哪里 在成都 你不要走 你不要 你看一下 给我看一下 你周围是哪里 成都 现在 什么附近 就是 机场附近 你跟我回来 阿尔 你如果你不回来的话 我问你 你觉得 你觉得我的生死 对你来说重要不重要 如果你不回来 我就废了 我很清楚我自己 因为这样 我心里面 你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你在 只有你在身边的时候 我才会好好的 我心里面才会踏实 才会安心 我心里面 我们不说这些了 不说这些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好不好 我们不说这些了 家们你们也不要担心 我没事的 我也没有在成都 我没在成都 我不在成都 家们 我不在成都 不要跟他说 我舍不得找酒店住 也不要跟他说 我打包一个炸土豆 然后到现在都一直拿着 不要跟他说这些 听到没有 我这没事 哪有什么那么矫情吗 对不对 那不是有吃的呢吗 是吧 我不在成都 真的不在成都 是家人们让我走的呀 家人们你们都说的 让我不要一直待在家 让我出去打工 让我先为自己而活 等我 只有我出去了 凡个夜才会安心 这也是家人们教我的呀 现在你又没有说我没良心 所以我真的觉得也是 本身我是告诉大家 本来我是告诉大家什么 本来我告诉大家 我要留在这边 我要陪着凡个东山再起 我要让他在这边把 这边在四川的事业做好 结果 大家都说让我一走了之 让我出去 让我自己去打工 这样子返哥才会安心工作 可是我要走了吧 家人们又说我没良心 我也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办 按照我的心意走是吧 可是在这边待着 我反正不封 我也会封掉的 你们让我安慰一下凡哥 可是 谁又会安慰我呢 只不过我呢 可以说是承受能力 比较强一点吧 我也不需要安慰就是了 继续回忆姐姐 你的敌人是你内心 我一直我也是想的 本来就是因为过来 这边然后因为留在我这 他公司之所以会倒闭 他公司之所以会倒闭 也是因为人一直留在这边 没有管理公司 我觉得大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我 所以我想到他现在 这边的公司有点起色了 那我就要陪他 陪他在这边 虽然我也帮不了什么忙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所有的家人都觉得说 我在这边我的 我的事情太多了 我家里面的事情太多了 我太复杂了 就包括说我现在 真的 内心要强大 就包括说我 怎么说呢 走也要跟反哥商量 我跟他商量了 我跟他说了 但是他说不走 我不走的话你们看一下我留在这边 我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太复杂了 知道吧 我跟我孩子的爹 我们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然后复婚一次 然后又离得第二次 但是我们是没有扯证的 我们没有扯离婚证的 知道吧 所以他那边现在就会 因为这个一直一直那个船 让他去离他又不 知道吧 去那个啥 呃 呃 法院民政局 他他就会说 先冷静先冷静 反正一直都是这样子 知道吧 我如果不是真的哈 我是信任 我相信你 我如果不是真的 我都不 我都不会在网络上说这些 说哦 我是有两个孩子的 我结果慌什么什么的